今天和大家吃一間 很值得吃的日式半自助餐 這間是一間新開無奈 位於觀塘鱷魚卒中心的 極上大喜屋 其實同一個集團 在附近的一亞太中心 已經有一間極上大型喜 以及這間大滿喜 他們也有類近的半自助餐 我之前也試過 這次比起之前的更加吸引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有一個新章優惠 就是叫它的午餐定食套 包含在外面放題區 全部的小食前菜 加上櫃裏的飲品 而外面的小食前菜 不是只有一兩款 是有十幾二十款 相對上比其他店舖豐富很多 所以 一於試試 去這個鱷魚卒中心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在觀塘港鐵站 走進APM商場 有條通道 直接通往外魚卒中心 走進去 坐升降機 便是 另外也可以在工業區 或觀塘廣場 也有一個入口 交通上非常方便 我去的是星期五下午 這間店鋪開十二點 我們十二點半去到 不過 有一點失如算 就是我們去到那一刻 竟然非常多人 大家看看 這間店鋪門口 有幾十人在等位 我們都沒有辦法 只要拿票等位 我們十二點半開始等 大概等到1.34 才有位 等了接近一小時 幸好我那天放假 否則也等不到那麼久 看看 連招牌都封住 還沒有正式開門 現在還是事業 當中 看看有多少人 其實有一點 我都覺得不太好 雖然大家人數不同 但我們兩個人等了很久 都沒有位 但是三個人 四個人 基本上等一等 已經可以進入了 提多一點 這裏 普通定食套 不能預訂位 但如果吃放題 就可以預訂 大家可以看看 午市定食套 的選擇 都蠻豐富的 最便宜的 66元 好像有滑蛋豬扒飯 定食套 配三片三文魚刺身 另外好像有雞扒 日式牛肉飯 鹽燒青花魚 這些都是66元 再貴少少的 豬軟骨拉麵或烏冬 配雜錦壽司 雜錦天婦羅烏冬 配雜錦壽司 鍋燒烏冬定食 配芝麻雞翼 那就是68元 而四身的當飯 最便宜的就由78元開始 好像有火隻醬油三文魚刀 真味蟹肉魚山刀 寶石角切魚山刀 那都是78元 另外再貴少少 88元 就有北海道魚山刀 三文魚海膽刀 極上厚切三文魚腩刀 以及火隻四品魚山刀 那就是88元 另外 有些再貴少少的 就有極上壽司定食 加甜蝦刺身 108元 大喜屋魚山刺身 118元 去到最貴的 大喜屋珍寶刺身 128元 大家看看賣相 蠻不錯的吸引 現在新章優惠 就升級享用自助區 裡面的所有食物 除了甜品 雪糕和酒精類飲品 之外 基本上全部食物都可以飲食 終於入座 我們坐在餐廳最尾最尾的一張桌子 看著對面的觀塘廣場 以及觀塘廣鐵站 看看餐廳也很大 這裡的桌子主打是四人桌 我們坐的兩個位置 都是四人桌分開出來 相對桌面不算寬落 但基本上吃放題的話 都可以 但如果吃放題的話 就略小了一點 另外出入條通道相對比較窄 真的要側身才可以出到 先去拿外面的食物 外面的範圍其實都算大 但因為人真的太多 而且拿的速度 比補充的速度快 所以有些食物都很差 不過你耐心等下 一定會更換新的食物 炸物方面 外面有咖喱角 炸薯格 還有八爪魚丸 旁邊有幾款熱食 有滷碎雞翼 蘿蔔牛腩 茄子 椰菜花 雞肉 青口 凍的海鮮 有蝦 青口 蝦 蝦 基本上非常受歡迎 一出 都被人清掉了 多次出去 都只會看到蝦 接著還有些沙律 沙律的選擇 都算豐富 另外也有些前菜小食 好像是壽司的薑 巧頭 辣味裸肉 芝麻八爪魚 芝豆 雜果 車尼茄 中華沙律 泡菜蘿蔔 還有水果 例如蝦 飲品方面 除了這一大組的飲品櫃 好像有不同的汽水 製裝的茶 合裝的飲品 另外還有些熱飲 好像有熱飲櫃 另外還有一部咖啡機 主要是咖啡 很受歡迎 經常都排長龍 還有些茶包 選擇上蠻豐富 然後還有糖水 麵士湯 還有這些甜的糖 這些都是可以任用的 而另外這些雪櫃裡面的甜品 雪糕雪條 新鮮果汁 只限食放題的人可以拿 但正是這些熱食沙律前菜 已經非常豐富了 主食方面我們就點了個豬扒 還有這個角切魚山湯 大家看看 都挺豐富的 這個滑蛋豬扒 配合三片三文魚瓷身 另外這個角切魚山湯 看看多豐富 有蝦 三文魚等等 大大碗 材料非常豐富 味道方面 魚山不錯的 挺新鮮挺好吃 材料也十分豐富 而滑蛋豬扒 份量十足 一塊豬扒 大大塊 配它的滑蛋汁 有些冬菇 滑蛋 洋蔥 另外還有三片的三文魚刺身 66元 基本上你只吃這個套 在外面的店舖也要這個價錢 何況這裏包了自助區的食品飲食 飲品飲飲 超級抵食 而味道方面 整體都不錯 這個滷水雞翼非常入味 不用咀嚼 整隻雞翼便可以出來了 這個牛腩 軟得有點出奇 大家試一下便知道 也夠味道 而這個煮的雞 味道不錯 挺入味 也夠軟 茄子正常 不錯 椰菜花都不錯 這個青口不錯 挺野味 跟著沙律前菜方面 裸肉 八爪魚都是正常的水平 其他沙律菜都不錯 合格 賣相也不錯 炸物方面 薯隔 八爪魚丸 和咖哩角 都是一般的水平 值得過 蝦 我們拿了一次 但是蝦都挺爽甜 不錯 看看這盤凍的海鮮 每次來都大大盤 不過 尤其是蝦 轉頭都會被人拿 大家看看多豐富 百多元 兩個人便吃到 這麼豐富的一餐 飲品 我想我們兩個人 都喝了五、六罐 基本上只是飲食 都已經幾十元 這些甜的糖 都是正常的糖 沒什麼特別 賣單兩位年加一 158元 即是平均一位 都是79元 而吃到這麼多不同的 小食前菜 加這個主食 非常之適合 唯一差一點 就是等位方面 因為我沒有預計 真的要等九個字以上 很多人 因為可能吃午餐 只有一個小時 都等不到 所以大家如果要來吃的話 可能就真的要早一點 一開梅前 12點前 就好來拿位 又或者就晚一點 等它第一回合 吃完 可能一點多小時 有桌子的機會 就會大一點 和快一點 餐廳環境不錯 始終都是剛剛開 現在還在事業中 招牌都還在遮蓋 不過它現在因為沒有酒牌 所以沒有酒精類飲品供應 遲些可能就會加點酒 外面的放題區 其實都頗整齊 是因為太多人 所以看來的感覺 就差一點 但如果人流回復正常 感覺上是不錯的 整體來說 除了等位這裡 就差一點之外 其餘都十分滿意 一來價錢便宜 大概一位 70多元已經有交易 選擇上 亦都相當豐富 主食其實已經不錯 其他的小食前菜 沙律、沙律、飲品 選擇都非常豐富 下次再和大家試吃其他東西 拜拜